过年前夕各金融机构交易热络 凤林警分局逐了编排远警加强各个金融机构巡逻和守望之外 为了提升金融机构行员及远警的应变能力 29号上午在凤荣地区农会举办了金融机构防抢机拦截围捕的演练 模拟金融机构招歹徒持枪抢劫的应变作为 凤林分局长林坤达表示金融机构防抢机拦截围捕演练 是为了提升金融机构行员以及远警的应变能力 此外特别宣导辖区农会及邮局等金融机构行员 遇到有民众异常提领巨款、现金或是会款时 请即使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协助 避免民众遭受诈骗造成财务损失 因为假交友真诈骗是目前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 诈骗集团先透过社群网站、IG、脸书等通讯交友软体 向不特定人士搭讪,然后培养感情 并在取得民众信任以后提出合伙投资的邀请 或是表示家里有紧急状况 需要金钱援助而达到诈骗的目的 在此本分级借由防抢演练的机会 除了提升金融机构行员及严谨的应变能力 更希望透过斗趣的剧情设计 加深民众对假交友真诈骗的印象 以避免类似的诈骗案件再次发生 连关疆界各金融机构、大卖场、超商及营楼等等 势必有大量资金往来 与其中消费的民众也容易成为歹徒 基于下手行抢的目标 呼吁民众尽量避免携带大量现金 又有存提巨款现金而有安全 余力者可以随时向警方申请呼钞 以维持安全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